这段来自法国塞纳河畔盛望的大案馆 所收藏描述为战争在东方的影响 珍贵记录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 日军侵略华北地区的真实情景 镜头中日军自扶晓开始行军前往卢沟桥前线 七七事变爆发后 日军一面假意和谈一面加紧增兵部署 现在是7月10日卢沟桥前线日军营地的镜头 七华日军华北驻屯军的两名日本兵正站在屋顶警戒 随着战事的持续 不少百姓希望逃离北平 但每天的列车寥寥无几 镜头中是7月14日 七华日军同警部队长正在查看落在东台附近的中国流线弹 镜头中是臭名昭著的土匪元贤二 七七事变后 其率领日军第十四师团开始侵略中国华北 镜头中为7月28日 日军航空兵对南院中国军队驻地黄轰乱炸 凌晨开始日军对南院发动进攻 但遭到29军的顽强抵抗 南院保卫战中 赵登与佟林阁两位将军阵亡 现在是遭日军轰炸的北平东郊通州的镜头 奇异的季东保安队遭到日军编队规模飞机轰炸 画面中废墟一片可见日军轰炸之列 通州保安队对该地的日军手一部分经过拼杀冲出了突围 一部分已被缴械的 因拒绝参加围剿张家口抗日队伍 被日军拉到石井山至铁冲当苦力 镜头中是占领宛平的日军 自7月7日起到7月30日 中国29军219团撤离 宛平沦陷 孤城抵抗了日军共计24日之久 镜头中宛平日军经过卢沟桥 继续进行侵略华北的行动 北平沦陷4日 天津也被日军占领 镜头中天津遍布废区 日军摧毁了天津53家工厂及企业 民房等2545间 学校377间 10万难民无家可归 平均沦陷后 日军继续着侵略华北的步伐 现在是在华北日军前线拍摄的各种镜头 日军对侵略中国土地的狂热 及灭亡中国的急迫心情 让其在华北针对中国军队 部署了一个长达240多公里的进攻线 梁南城 北京青年 码小野 梁南城 炫耐川 现在是平随铁路沿线作战的尽头 1937年8月4日至10月17日 日军集结兵力攻击铁路沿线之张家口 南口等地 为抗击日军先后爆发了南口战役 张家口战斗 大同战斗以及吉宁战斗 另外日本为了更好的统治 已经侵占的平津以及华北等地 1937年12月14日 日军在北平成立傀儡政权 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又称为华北临时政府 统辖平津和华北等地区 镜头中是傀儡政权 为华北临时政府一众汉奸的合影镜头 其中包括委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兼行政总长的王克敏 韦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军司令旗谢袁 时任委一政委员会委员 曾经是袁世凯心腹的江朝松 以及韦天津 特别是市长高林卫等等